台湾又出现食安漏洞了 在日本311大地震之后 台湾就禁止福岛及磁城等五个受到辐射污染县市的产品进口 没有想到上个月卫福部抽研发现 日本进口食品业者疑似以换标的方式 未造食品产地 让来自福岛等地的食品得以进入台湾 总计有午后红茶 日清杯面等283项产品 百货公司已经超市 已经紧急的下架 卫福部表示商品疑似是在日本就已经换标 如果国内厂商标示不实 最高可以发300万元 仓储人员进进出出 忙着将货物搬上搬下 日本核在地区食品进口事件爆发后 员工们照常工作不受影响 按指改标的就是日本工厂 整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6号 食药署边境查验人员无意中 撕掉日本进口的一批食品外中文标签 赫然发现进口食品 竟然是来自因为核灾污染疑虑 禁止进口的日本福岛 瓷城 栗木 群马 千叶等五个县 紧急追查 流向后发现国内有十个进口商 进口问题产品多达283件 流向国内八县市 其中包含知名的森涌牛奶糖 午后红茶 以及不少甜点巧克力等等 统统勒令下架 283件问题产品撕掉中文标签后 有12件产地就是来自于五个问题县市 其余271件还需要进一步解读产地后的代码 初步检验后 有190多件来自核灾五线市的产品 确认没有遭到核能污染 其余产品还要再检验 食药署也保证 礼拜五五夜前相关一律产品都会全部下架 但到底是日本贸易商蓄意篡改标签 还是台湾进口商 也跟着榆木混珠 还有待司法调查 有点TV蔡宗盧登丽台北报导